自从中国的发展开始走上正轨之后,中国的一举一动,都吸引着西方国家的注意。 在中国前后拥有了两款隐身战机,两艘航空母舰之后,中国舰载机的发展就格外的引人注目起来,海四代的呼声越来越大。 就在这时央视公布了一款全新的舰载机。 在近日央视的一则报道中,中国的航母舰载机训练基地出现了一架全新的舰载机,不过这架战机并不我们一直期待的海四代,而是一款双座型兼15战机。 我们都知道,目前中国海军的主力战机兼副15只有单座型,这也意味着此前网络上曾出现的双座舰载战斗机确实是真的。 一直以来,所有拥有航母和舰载机部队的国家,几乎都从单座版舰载机中衍生出了双座舰载机。 这也让舰载机的应用范围,战斗力得到很大的提升。 毕竟两个人能做的事,可比一个人做的要多得多。 有意思的是,在近日,一位英国将军向英国的太阳宝进行了爆料,却意外揭露了F-35战机的一项致命缺陷。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F-35将成为一只只老虎,尤其是中国拥有了双座版线15以后。 据太阳宝最近的报道称,英国皇家海军在装备了F-35B战机,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问题,其中有一项问题就由而致命,直接导致了F-35最引以为傲的优势消失。 英国空军准将安德鲁兰伯特表示,F-35的隐身涂料十分脆弱,在飞行过程中很容易就被其他物体刮伤。 按照兰伯特所说,更为致命的是,一旦F-35上的隐身材料出现了任何小的刮伤,那么F-35的雷达发射面积将会长级和倍数增长。 最严重的时候,其雷达信号几乎和一架波音747相当,而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很好地解决,因为F-35隐身材料的喷涂工作需要通过手工来完成。 这也就让其喷涂质量难以得到保证,同时或许是从F-22那里继承了一些娇贵的特性。 F-35在经过海上环境测试后发现,其仓杆边缘的隐身涂层极易起泡,开掠。 尽管罗马公司一再保证将很快解决这一问题,但直到英国的F-35服役,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,让英国人恼火不已。 我们知道对于五代战机来说,其最遗仗的就是隐身性能所带来的。 突然性,现在这个最大的遗仗消失后,F-35的战力还有多少? 真不得而知,英国人就表示,在忽略隐身性能的前提下,F-35的飞行性能还比不过台风战机。 如果这是真的,或许此前媒体的表示也将是真的。 F-35对于歼15来说只不过是只老虎,现在中国的双座版舰载机已经出炉。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,已经拥有了两座型舰载电子战机。 今年珠海航展上,中电科师4所公布的最新型机在雷达KLJ-7A。 巨船已经安装在中国的诸多战机上,凭借着这款雷达,将我们在面对F-3510丝毫不拒。 随着它的出现,双座版舰载电子战机,也能令中国在未来的海战中拥有了更大的优势。 毕竟在未来的战兵中,谁拥有强大的电子战能力,谁就能够战的先机。 至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